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改变命和运 用第三个方法叫风水 第四个方法 这个几阴功 大家在捐钱 在做福报 这才是第四个重要的 第三个重要的是风水 第二个重要的是开运 改运 第一个是改命 第五才是读书 读书学习知识 学习经验 那么现代人不懂这个窍诀 所以只是什么 读书 几阴功他也不干 风水他也不干 那么改变命运 就成了一句虚假的话 很多人春节期间来找我拜年 说了 说师父 我为什么这辈子老倒霉 我学佛学了二十年 至今还倒霉 我说 你能没学对佛 你不要埋怨学佛 这个学佛人呢 他是一定会把命运改掉的人 释迦牟尼当年如果不改变命运的话 他就是一个国王啊 小国国王啊 他天生王子嘛 王子继承父业 然后做一个小国国王 然后很快就被人忘了 你们看看跟释迦牟尼在一起的 那个时代的 那个年代的富豪 那个年代的国王 谁记得 两千五百年前 没有人记得 只有我们伟大的导师 释迦牟尼 他舍掉了自己的命 不做国王了 然后去教书了 去讨饭了 然后通过修炼 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获得了永生成为佛陀 成为不辞者 所以他在学问到今天 两千五百年 依然在什么 全世界 在整个人类社会流传着 并且流传得越来越广大 越来越圆满 所以一个学佛者 你的命运没有改变 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没有学对佛法 如果一个真正学对佛法的人 他这一点 后天世界中 百分之四的世界里的 这个命运 早都改变了 改变成什么样了 改变成 心想事成 事事圆满 事事如意 然后快快乐乐 事事 那么叫极乐世界 心境国土境 心境 就是活在极乐世界中 并且 不可以少上根福德 连一个要想完成 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 去往生的人 阿弥陀经中都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上根福德 因缘得往生者 所以 一个学佛者 我是指的出家 没有出家的 是个局势众 在家众 修不佛 你少了福德 少了因缘 少了福田 少了功德 那就不是学对了佛的人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一个人真正想改变命运 就只有走一条路 修炼这一条路 这个有人说 师父 那不还有三风水吗 可以通过风水改造命运 风水 有外风水和内风水 外风水 是你的一爆世界的环境 你的居家风水 办公室风水 这个小区风水 国家风水 这都是一爆世界 你依托他而生存的 这个世界的风水 最主要的风水术 是调好你自己身内的风水 要自己身体里面 风生水起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打坐 修正 摄放他 修禅定 我们人体 就是一个世界 你的脊梁骨 就是一座大山 你的脊梁骨前面的空腔 就是骨地 你的左胳膊和右胳膊 就是左青龙和右白虎 左青龙右白虎 后面有铐 前面有罩 罩要空虚 所以你只要两腿一盘 双手 一个左手在上 男的左手在上 女的右手在上 这一爆 你看你是不是一个风水镇 你们抱抱试试 后面是一座大山 后面有铐 左右有抱 前面什么 有照 你整个扶腔就是一个空骨 空骨里面 这个只要后面的靠山起来 两个笔 胳膊一抱 这就是一个自然的最美的风水镇 这是释迦牟尼带着徒弟 在晚上 就是白天讲经说法 晚上树下一宿做什么 就是调风水的 就是调自己身体的风水的 你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要只是在外面改变风水 你要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使自己的气得以和谐 气和了 身正了 然后你一身正气了 你的福报就来了 你的福田就长满了硕果 就硕果累累 人体是个花果山 人家在花果山上 这个硕果累累 你的花果山上 是一个果子没有结 为什么 都是破败风水 每天 这个懒到 从来没有打一次做 人家是四正时打坐 子时 五时 卯时 有时 这个叫四正时打坐 一天打坐四次 每次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今天人没福报 你们总是借口说 师父我忙 对 你为什么忙 没福报 没福报才不是闲人 这个闲是悠闲的闲 只有闲人 才可以成为圣闲 大家不要把这个忙当成好事 你如果一天 不用四正时 去正天地气 去正自己 内天地气 和外天地气 相合 你就无以正也 正是什么 正直的正 止于一的正 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正 你就一身正气 所以你们坐不向坐向 躺不向躺向 走不向走向 身上全是一股子歪气斜气 坐歪着坐 躺斜着躺 然后走 躬躬着个腰走 为什么低头在看手机嘛 你当然只有躬着个腰走 是不是 那你整个身体是一身邪气 一点正气没有 那么我们整个的人是一个小宇宙 你要想自己真正的有福德 有福田 你一定要天 要高 地要悲 就是地要矮 天要高 左青龙右白虎要骄 这个青龙白虎骄 朱雀玄武骄 你体内就一身正气 这是古代叫四正石 是天地 这个调整自己的阴阳的 很好的天地正石 这个时候我们人 如果能配合上天地正石 我们人体的风水就可以改变 风是什么呢 风就是活气为风 活是活动的活 死气只能叫死气沉沉 不能为风 风这个气流动起来的气流叫风 所以气要有赖于水 水为气之母 有水气才能生成 沙梦里面没有气 干燥 寸草不生 是因为没有水 所以说外面有水的地方 万物就生长得繁荣 我们人体里面 如果水干枯 水枯竭 你就不可能有活气生成 没有活气生成 你整个人体里面 全是死气沉沉 死气沉沉的人 很容易看出来 为什么 我们叫一脸死相 从来不笑 整天愁眉不展 然后 好像是全世界的人都该他八百万 一看那个脸 死气沉沉 你们现在有的人还死气沉沉 一点笑都笑不出来的人 那就是死气沉沉 你装一下 装一下 五眉弄眼 装一下笑 那你就还有点活气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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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费了 感谢观看